4月9号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亲信 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 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 郭永祥之子也被媒体踢报 和周永康的儿子周斌有生意合作 而就在同一天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现身湖南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打虎行动 让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非常的不安 那么中南海内斗激烈 而胡锦涛的路面 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支持 郭永祥去年6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中共中纪委网站9号发布消息说 郭永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贿赂 收受礼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儿子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以及道德败坏等 公告说 郭永祥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纪违法 决定给予郭永祥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并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郭永祥被广泛认为是周永康的亲信 从周永康出任山东胜利油田党委书记 中石油总经理 再到国土资源部长四川省委书记期间 郭永祥都一直紧随左右 长达18年 大陆媒体披露 郭永祥之子郭连兴 与周永康之子周斌的两个白手套 吴冰和米小冬关系密切 郭连兴2001年成立的公司 房产登记在四川富商吴冰的企业中续系名下 此外 郭连兴还以神秘股东的身份 参与老海游子弟米小冬的胜意之中 美国《纽约时报》引述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的看法 报道说 将郭永祥送上审判台 对于北京领导层很重要 因为他能收集可用于公开起诉周永康的证据 法新社则指出 中共当局正收紧围绕最高警察头目周永康的虎钱 大陆资深记者高玉说 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遭到了江泽民的统治 据了解 围绕周永康案 保州派最近频频借助媒体发声 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刊登对周永康的亲家 詹敏丽的采访 9号上午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突然现身湖南 参观湖南大学月露书院 胡锦涛5号也出现在大陆财新网的报道中 报道引述中共军事科学院军舰部副主任 龚方斌的话透露 是胡锦涛下决定 拿下中共军队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古军山的 短短5天 胡锦涛两次露面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报道 江泽民集团担心习近平碰触法轮功问题 并公布周永康的反人类罪 获言自身 政策化另类政变 如广东冒名血腥镇压 试图把习近平赶下台 9号上午 习近平视察位于北京市郊的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并为猎鹰突击队授旗 公民内部的争取也是非常激烈 从这两天 习近平 对武警特种学院为猎鹰突击队授旗 带到湖底之后 健身于一个湖南越路书院 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们能掌控的局势 把人尖匹来打浪 周永康的事件被抛出来之后 中国不会乱 很多的势力不会多成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在博文中表示 将周永康软禁的决定 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近100%的支持率 而周之所以千呼万唤不出来 主要在于如何定周的罪 而周如何定罪 将直接决定曾庆红江泽民的命运